字幕志愿者 欢迎收看Mooreth轉 香港人的一个热门的旅游地点 位于九州西面的长崎市 是日本锁国时期 唯一对外的开放港口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投宅原子弹的地方 长崎市有一条非常出名的教友邨 村民还在村内兴建圣堂 不过因为原子弹爆炸的关系 而受到破坏 现在经过村民多番努力 已经再次速立起来了 长崎是基督宗教在日本南面的中心点 长崎的蒲上天主堂 由于基督徒受到迫害而文明 这个要追溯至400年前 当年长崎郊外的蒲上村 是一条很有名的天主教村 从1587年开始 日本开始禁止全教士全教 驱逐外国全教士出境 并且没收长崎地方的领地 1596年甚至有信徒宣教 1597年在长崎 有26位宣道者集体宣教 并且处以十字架辅刑 长崎因此是当年 基督教徒被迫害的集中地 有不少日本信徒 因为受不住酷刑而弃教 日本政府在1873年 对天主教解禁 长崎蒲上天主堂 就是在1881年开始筹划 是由一群流放回归的信徒 经过33年的努力 而建成的天主教堂 教堂主要由红砖砌成 十字形的外形设计 1914年落成 但在11年之后 即是1925年 教堂的双钟楼先正建成 这两个钟楼是教堂最具特色的部分 库上天主堂由建筑工程开始 到最后的双钟楼部分建成 前后共用了30年的时间 这间教堂 在当时被视为东方最大的教堂 是建设流亡者 信仰和苦难的象征 蒲上天主堂位于小山上 距离长崎市的玄包中心点 只有500米 就在1945年的8月9日 美国投宅的原子弹 将长崎变成废墟 当时有24位教友 在教堂里面祈祷 就在一瞬间 并为在雅力中 蒲上天主堂在玄包之后 教堂被消至面目全非 只剩下退缓拜雅 教堂正门的玄关 和南面入口的十字架 以及左右两边的痛苦圣母 和若望中途像 是唯一可以幸免于难 只是受到轻微的损毁 而教堂的双钟楼 因为抵受不住玄包的威力而塌下 其中较大的一个钟被找回 较小的就被炸成碎片 1946年 即是玄包之后的第二年 教友在教教堂原址旁边 临时以教友捐赠的木材 搭成小胜堂代替 1959年11月1号 新建成的浦上天主堂正式落成 大有罗马建筑风格 商中楼有29米高 比教中楼高5米 总面积比旧教堂大515米平方米 以钢匡混凝土建成 比旧教堂更加坚固 浦上天主堂在重建之后三年 即是1962年元旦日 升格为长期的主教座堂 主要与教堂有大批信众 以及教堂的重建 象征见证基督的復活有关 因此浦上天主堂 在长期天主教会 占有重要地位 1959年建成的浦上天主堂 由于当年兴建教堂缺乏资金 因此仍有不足的地方 例如音响设备未完善 部分天花和长生也未完工 因此在1980年 浦上主教座堂开始翻新工程 教堂的外墙改装为以红砖砌成 教堂正门的玫瑰玻璃窗 是从外国入口 又五种颜色 教堂正门两旁 仍然放有痛苦圣母 和若望中途像 因以前不同的是 两个圣像都是放在壁音内 好像要好好保护他们 之前在教堂正门玄关上 被玄爆所破坏的十字架上的耶稣 现在随着教堂进行翻新工程 而重建 承托耶稣的十字架 是以木薪造成 加上左右两面的痛苦圣母 和若望中途像 仍然放置在相同的位置 教堂的拱门是以意大利沙岩和云石造成 进入教堂正门的梯级 是由日本广岛出产的花岗石建成 看着教堂的正门入口 不其然令人勾起 教堂在玄爆前的外貌的种种回忆 教堂内仍然保留旧教堂的拱顶 但是以日本柏树覆盖 从教堂拱顶吊下的枝形吊灯 是呈十字形 特别是为翻身的圣堂而设计 教堂内左右两边长側的颜色玻璃窗 部分仍然是保留旧教堂的时候所用的 部分是新装上的 由于有不同的色调 加上灯光效果 假如晚上置身教堂里面 更加感到 抱上主教座堂的葬礼之处 教堂右边近年加建了一个小堂 在里面放有著名的玄爆姓母像 使我们更加感到 这间圣堂与玄爆的密切关系 在距离教堂不远的地方 是玄爆之后被炸的钟楼的大钟 大钟当年就是跌在这条小溪上 现在仍保持着这个遗跡 也是长期的其中一个旅游点 从长期抱上天主堂向下走约600米 就是长期著名的平和公园 这里是当年玄爆的中心地 在平和公园的北面中央 有一个以青铜铸造的和平像 右手指天是抗以玄爆的威胁 左手放水瓶 是希望世界和平 轻闭的双眼是为玄爆死难者祈祷 铺上天主堂 现时已经升级为铺上主教座堂 最初是有一群在日本禁教期间 流放回归的信徒一手策划兴建 它背负日本天主教会一段惨痛的历史 这个是由于长期在当年日本基督信徒 信教的集中地 这是长期二十六位殉道圣人纪念碑 在1597年2月6日 一共有二十六位殉道者 包括三位耶稣会士 和六位方制国会士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大部分殉道者 是日本籍而且是教友 其中有一些是青年 当中有一位华僑青年教友 圣正安道 圣道的时候只有十三岁 他们是新生教会的首批圣道者 其他还包括耶稣会士 圣保禄沙目 1566年出生于日本 出生于贵族家庭 圣道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 同他同时圣道的 还有耶稣会士 圣五燎和圣喜齋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捕 遭受惨痛的苦刑 最后被带到长期 圣名宽雪茧子手之后 死在十字架上 蒲上天主堂 在长期压立了三十一年之后 在一九四五年 被美国投宅的原子弹 严重摧毁 教堂只剩下半壁退换 整个长期市 人命伤亡无数 长期天主教会 也都元气大伤 可幸的是 长期天主教会的信徒 仍然满怀信德 在被原子弹破坏之后十三年 再次兴建全新的 蒲上天主堂 象征蒲上的教友 追求信仰的热成 始终如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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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往罗马重踏他的历史遗迹 现在还可以选择坐开篷巴士游览 罗马除了有斗秀场、许愿泉 万神殿和好吃的雪糕之外 还有一个地下保护 每年只对外开放一次 教宗本督十六世回到家乡 数以千计的朝圣者 欢迎他回到出身地巴佛利亚 当中包括他一班好朋友 他性格很害臭又文静 我都说不到这么多了 因为当时我都很年轻 他很喜欢甜品 特别是樱桃雪糕 实际是有樱桃汁的雪糕 当他从大学教书后回家 他会用傍晚和晚上的时间 收剪草瓶 在那个时候 他会用电动剪草机 无论他是小孩 教授或书机 每个人对他的记忆都有不同 但所有人都敬畏他 他现在已经是教宗 有一天当老师他们在窗旁 见到一连级的学生在排队 他们见到我和若塞拉申格 拖着手一起走 或者当时我们很紧张 只是想给对方一种支持 拉申格正如你知道 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声音 虽然不是很响亮 但他有一位具有天分的音乐家 他能够即时读普弹奏 任何音乐作品 而且是我们合唱团的重要台储 教宗本督十六世出访德国 使得全世界对他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罗马随处都是宝藏 他带我们回去早期的基督徒年代 但就不是所有的珍藏都开放给公众 好像圣白多禄和圣马赛林的地下暮月 每年只开放一次 被朝圣者和热爱艺术的人参观 在地下走廊和卧室里面 早期的基督徒为信仰殉道 遗留保存了超过十七个世纪的 丰富艺术遗产 墓地的寒室用壁画装饰 令地下暮月显得独一无二 四同五世纪期间 罗马人古典壁画和基督徒之间 有一个难以置信的联系 从文化超障研究角度来看 他们的见解非常接近 圣白多禄是一位神父 圣马赛林是驱魔人 他们都是三世纪的圣人 但是世人对他们都认识不深 历史学家就证实 这两位罗马殉道者 在基督徒自由表达信仰前几年 即是304年 为信仰牺牲 其他油画曾经描绘在罪餐里面 同亡者驱体一齐 这个二教徒习俗 被基督徒重新理解为 天国生命的象征 基督善目的超障 是地下暮月一个普遍的象征 一些圣经故事 例如约纳与银鱼 就是对早期基督徒团体信仰的见证 你可以从壁画中感受到 当时绘画壁画的人的宗教情绪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朝圣者 参观地下暮月 这些暮月提醒了我们 在昔日身为基督徒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家细心看下 这里是教会历史当中 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圣人 度过晚年的地方 他在450年前的7月31日逝世 成义纳爵罗耀拉出身在西班牙的一个贵族家庭 在13个小朋友里排行最小 他在圣母显现之后受到感召 1540年 圣义纳爵创立耶稣会 他是天主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修会 耶稣会在全世界 有超过二万名神父和修士 耶稣会最著名的 就是营办学校和大学 以及在偏远倒序全教 但圣义纳爵罗耀拉 当年对宗教生活见解独道 他提倡革命性的灵性生活 我们不应该忘记 他开展一种全新的修道生活 从前只有忍修事 而圣义纳爵离开忍修院 到有人的地方四处传教 并到修道生活 这个是指默观的生活 配合使徒传教的工作 是仿效耶稣当年的榜样 走遍每一条村落 宣告天主的喜讯 作为今天基督使命的仆人 在这个时候与世人同在 圣义纳爵其中一项最著名的 是他提倡属灵训练 也就是圣义纳爵神操 我们今天可以在罗马基督堂 找到神操的源头 在同一间教堂 为了纪念圣义纳爵 朝圣者都可以在他的圣读前面祈祷 圣义纳爵在1556年7月31日逝世 享年64岁 基督徒在东方属于少数社群 特别是一些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 经常受到暴力对待 因而成为头条新闻 但在西方社会 原来早已种下一种更复杂和危险的歧视 罗查教授是一位研究西方国家 对宗教容忍度的学者 已经承认这个现象日渐普遍 就歧视基督徒的问题 特别是有关西方国家传媒 所报道基督徒的情况 我们最近已经处理一连串 这一类的歧视个案 但是不涉及受暴力对待的歧视 我们发现这一类个案 在东方某些国家的确存在 但是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 幽默感的问题 我是指传媒嘲弄基督徒的传统和制度 罗查教授对欧洲传媒进行广泛研究 发现很多歧视的个案厚颜无耻 一出德国的卡通片连续剧 名为《教宗镇》 描述居住在梵蒂江的教宗、神父和修女 被丑化成好像囚犯和嫌疑犯一样 而且有特别的生活模式 基督徒的符号也都明显被丑化 罗查教授说 以信仰开玩笑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会造成影响 特别是人家对基督信仰的看法 假如你开始以一些事开玩笑 明显地经过一段日子 人家就会说这些事是可以继续开玩笑的 较早前 达文西密码的上映 就证明了很多基督徒 甚至不会怕 他们的宗教符号和价值观受到评击 很不幸 我们的社会之中 人家习惯了 相信达文西不归入 这个代表我们相信某些事 但可能不知道实际是什么 但我们不喜欢成为教会或者团体的分子 或被认定为一种普遍的身份 罗查教授说 其他宗教被传媒嘲讽信仰的时候 他们会采取更多行动 他的报告指出问题所在 同时也提供解决方法消除歧视行为 我们应该开始意识到 和信仰随之以来的责任 我们不是在谈论好战 只是在谈论 我们的象征和现存的制度 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同样重要 所以以上这些不但只要让人知道 我们更加要捍卫他们 以免被嘲讽 罗查教授认为 只有当宗教团体 起来捍卫被受平击的信仰 情况才会有改善 游览罗马其中一个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漫步古城里面 欣赏历史悠久的宗教遗迹 但是很多时候 散步只会令你越来越累 因为沿途已经吸入大量汽车废弃 交通真是吓人 实在太多车了 很可惜 很多历史遗迹都受到污染 游览的路程很远 令人很累 而车很多地方都很骯髒 有时我会因为太塞车 而觉得很烦 现在去罗马朝圣观光 可以用汽车代步 在有利的位置欣赏罗马景色 我宁愿坐观光巴士 省下不少骨力 还要带着两个小孩 并不容易 很好玩 小孩最喜欢坐在巴士上那层看风景 这些充满色彩的观光巴士 成为了畅游这个基督古城的精髓 游客可以为自己走到累的伤腿 消除压力 在观光巴士上面 可以一次过游览了罗马的所有景点 实在是太好了 观光巴士团在一年前推出 每一个月都会有平均两万个游客 会选择乘搭 那些游客并不是全部都是基督徒来的 我也都见过有回教徒 和犹太人来参观 因为他们希望透过基督的信仰 去认识罗马的历史 只是需要17元美金 就能够随意上巴士 发掘更多罗马的基督徒遗产 来到罗马 你可以同时参观历史文化 和基督徒遗迹 因为有几座最重要的教堂 都是集中在罗马市中心的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文化景点 好像罗马斗兽场和大竞技场 所以无论你想寻求精神 或者是历史上的体验 只需要坐在巴士上 就可以好好享受这个旅程 如果我再有机会去到罗马游览 一定要试试坐这些开篷巴士才行 下一集我会带大家 看看香港教区首间文物室 文物室里面有超过1000件的收藏品 当中有些还从来未对外展出过 这些收藏品 见证着香港教区160多年的传教发展 千万不要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